接下来我们颁发2023年年度风云作家 恭喜得奖的是陈文茜老师 得奖理由 跨时代美丽女席代表陈文茜 站在回顾与前瞻的关卡 透过记忆与俊勇的文字 再给读者许多启发 请作家陈文茜老师上台领奖 请周总裁颁奖 请陈文茜老师致辞 如果不是李仪先生过世的话 今天应该是他站在这里 首先更谢谢周总裁 谢谢所有金石堂 所以谢谢好几位出版社 我这几年生病 出版我的书特别辛苦 所以我出来谢谢赵正敏 还是现任 前任你们永远记得还是要谢谢 不管是什么前任 谢谢前任的出版社的老板 孟茜文这样啊 当经常通知我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上次拿到类似的奖 可是我没有来领奖 因为我就叫 当时是在时报出版公司的总编辑 也是零心请来帮我领 那时我出了一本书十几年前 就是只剩一个角落的繁华 那主要的原因是我看到金融风暴 那我个人是学历史 学经济史 学历史哲学 这些领域让我知道说 我们不是经历了一场风暴 我们将有一连串的时代 在我们的前面 而那个时代将是我们不认得 我们这一代的人得去一个一个面对 然后我们可能会在面对的过程中 我们进入爱的领域 更容易掉入恨的陷阱 因为冲突就是 所有一代爆发金融风暴之后 必然的历史事件 排外也是所有历史事件里头 一旦发生金融风暴 必然发生的悲剧 而在这个时刻 有的人以为他是正义者 事实上他是谋杀者 有的人以为他是在捍卫 他的国家安全 事实上他是一个无情无义的残暴政权 这个在历史里头 从19世纪20世纪出现太多次 可是因为这次2008年的金融风暴 到今天为止没有结束 所以我们就看着 它的演变的时间非常地长 我们太小地去解释 A B C D E等等 所以我就很大愿 是我要做一些事情 大家想要发现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那个时候先写 只是一个角落繁华 先关怀很多台湾的年轻人 失落的下一代 因为他们就是完全要被牺牲的 因为等到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 可能过了15年了 16年了 我们上一波的大萧条呢 从1929年到1950年 我们21年才复苏 所以等到复苏的时候 它已经太老了 而且那个时代所需要的 可能不是它原来所学习的 所以 they're lost generation 那这么多年下来呢 虽然我一直都有这个病 有那个病 可是也没想到 从2019年开始 我就陷入变成一个重症患者 刚开始也不知道什么重症啊 只知道我怎么 就像我现在 我今天心跳是一分钟 113下 所以待会我如果倒下来 赵正敏不要年轻一点 你要帮我做CPR OK 好 然后我告诉你 正确的CPR不是对着我前面踩 是从后面踩 你会把我的乐物给先带 我是开玩笑的 那我特别提到就是说 书写在这个年代 它是被遗忘的 但是书写有多重要呢 在那个时候我一生病的时候 我也搞不清楚我生什么病 我只知道我经常休克 被送医院 然后查来查去呢 查到一个肺腺癌 那根本不可能是我的症状 因为没有人肺腺癌昏倒的 肺腺癌也不会虚弱 所以根本不知道我得了什么病 就在这样子糊里糊涂 这张矿里头呢 我也搞不清楚什么原因呢 我的腿的下半身呢 全部都破掉了 血管破了 我的脚呢像农夫在田里头一样的黑 那他提醒我什么 我就应该像农夫一样 就是非常脚踏实地的 把一些事情好好地做完 那大家比较认识我都是在电视上 这个李敖在生前 他是王若文的好朋友就骂过我 他说你花太多时间在电视上 你其实忘记了 你最大的能力是写作 然后他认为我花太少的时间 太草率的方式没有好好地一系列地把自己该写的东西写完 那我重病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他的话 那我重病的时候他也在我重病的前一年就往生了 那事实上他老年来对我说的话也是他个人的遗憾 但还好他年轻的时候已经写了很多书 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建筑呢 刚才廖出版人他讲说 哦我跟着这个动了 我去这里 我跟你讲都没有我们老 这栋大楼是我22岁的时候盖起来 我现在65岁了 所以你们现在是在围楼里面你知道吧 然后那栋大楼当时刚开始的金石堂呢 就好特别 那后来才有成品 当时它就是台湾的第一个新的combination 各种不同创意合起来的书店 那那个时候王荣文的贡献就非常的大 那我在那个时候生病的时刻呢 我其实已经很不舒服 所以那时候脑袋指数可能还没有下滑的 后来那么严重 所以我可以用口述的 就出了邱吉尔几个人的传记 我为什么要出这些人的传记呢 因为邱吉尔是我从小 我大概除了读他一二十本的传记 我都忘了到底多少 我对他可以对很多事情倒背如流 刚才有人拥有他的语句 那我可以抓错了你的语句是对的还是错 可是呢 当我在写邱吉尔写到梅克尔的时候 我已经没有能力口述了 因为我的脑袋已经不太行 那后来就找到了病 找到了一个病呢 是我的脑袋指数只剩下二 正常是六十六耶 那我就彻底变成一个笨蛋 因为我就是一个变成半失智的状况 可是我开始服药了 我就告诉自己说 你就是要把它完成 所以那两本伟人的传记 我为什么要写 因为我们当代在台湾 已经没有典范了 如果是典范 他就是失败者 这我要向李仪先生致敬 我们这个年代的典范 不会成为成功者 当我们把价值放在内心里头 很深刻的地方 你每一个行为 你每一个行动 都跟着你相信的价值走的时候 你在我们这个时代 你就会成为失败者 你必须像Facebook这样 无所不用其极地赚钱 你必须像华尔街之狼一样 无所不用其极地赚钱 你必须像那些在华府的Lobby Group一样 无所不用其极地践踏民主体制 你必须是这样子的人 你在这个时代才会成功 你必须高喊在美国的时候 高喊反对移民 然后呢其实美国是最需要移民 因为他劳动力一塌糊涂 可是呢他必须高喊这个东西 才表示他够爱美国 那我很想让大家 从别的地方来学习 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台湾这个地方 何尝不是如此 所以我故意写了很多 领导者的典范 可是到梅克尔的时候 就是一个大考验 因为梅克尔是一个 很少讲话的人 他比我们的蔡英文 还要冷静沉着 还要令人相信 然后别人问他说 关于你的战绩 哪一个是真的 他都是假的 不好意思啊 谁出版的 我们要伤害谁的意思 因为你们是被骗的 是他说的 那我是在这些专辑都出版了以后 才写他的东西 那怎么办呢 刚好文献事日报开播是2005年 这位总理是2005年上台 于是我就把我们所有事日报 跟梅克尔有关都会有关的报道 全都找出来 然后我就开始从他要下台 开始倒回来 我没有用太多他的专辑以后资料 除非是访问他的妈妈那类型的 因为他不接受访问 他不太接受访问 然后我就想到很多的过程 然后在书写他的过程里头 我是完全躺在床上 连上洗手间都是一个痛苦 为什么呢 因为我好不容易把我的血管搞到 他不再流血了 我一下床他又破掉了 所以呢 每一次都是这样子 但是你因为你在追逐一个伟人的 或是一个佩服的人的典范 王荣在他脸上说 女人佩服跟女人精彩啊 你看他最后还是用女人角度看问题 但是呢 我要很谢谢他 然后就在那个过程之后呢 我又病得更重了 重到呢 我已经变成一个需要装成功血管 然后各种问题 医生都认为我根本活不了 一两年的状况之下 我就同时写两本书 一本书已经出版了 就是这个 晚安我的生命 他什么状况写呢 就是我那天非常非常的虚弱 虚弱到 我已经没有能力真正书写 所以对我来说 我在书写他的过程中 其实我给我自己鼓励 然后用最虚弱的最后几口气 把自己心安定下来 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疾病的人 面临衰老的人 他是需要被鼓励的 那我的本事就是永远把任何悲伤事 搞得很好笑 那所以对我来说呢 我在那个时刻突然发现 我自己写一本书 鼓励我自己 鼓励很多生病的人 那过去呢我就想说 我们写书写这么多伟人 写这个写那个 写财经写 我平常讲国际政治 这个好像是知识 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欠缺一个知识 就面对你的生命死亡的知识 而每个人都会死亡 那我们对这个知识这么少 当你病得很重的时候 你每天不服药 我刚刚提醒赵正明 我五点钟要吃药 我这药不吃 我七点钟就昏倒在地上 就撬掉了 他很紧张 OK 那别人就问我说 那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说我的感受 我像Tesla第一代的电动汽车 他每隔一段时间呢 就要赶快充电 要不然他车子就shut down 你就这样想自己就好了 你没有事情想得太悲伤 那当然他会恶化 但是恶化呢 那怎么样 又怎么样 我很谢谢我以前 一直都做儿童癌症的职工 我以为我在帮助别人 最后都帮助我自己 因为很多小朋友 三岁得癌症 五岁得癌症 七岁得癌症 哪一个得儿童癌症的小朋友 胆敢做一个梦 他可以活到六十五岁 根本不肯 这样 那我就在那个情况里头呢 开始书写完我的生命 另外一只手呢 当我体力那天状况比较好 其实我是看water 我跟农夫一样 是看天过日子的 天气好的时候 我身体就还不错 像今天这种天气 我就心跳一一三 你们会觉得我讲话 变得比较快 有的人跟我说 你为什么讲话变得比较快 尤其我败血症的时候 还在那边 聚血症败血症的时候 在露营 我的制作人跟我说 我亲姐怎么讲话那么快 我说我没办法 我讲慢我需要力气 我现在只能讲话 跟我的脑筋速度一起走 我讲慢的话 我就要现在这样讲 你就会发现 我很需要力气 我好感谢 在这个出版这么没落 我在这个出版已经是变成一个边缘行业的时候 还有一群这么优秀的人守着最后一块方土 让我们留下一个东西叫做知识 你看我讲这句话是不是很累 所以我需要讲很快 请大家原谅我 这真的是你生命才会学会 因为你讲慢的话 你就要不断地从丹田呼吸才可以讲的 把话讲完 那我其实还有一本书即将出版 那因为台湾现在总统大选 大家在嘻笑 我就跟赵春铭说 你本来想什么国际书展 台湾根本没有国际书展的观念 只有总统大选的 不要出来 那等那个总统大选完以后再出 我当时病得最重的时候 我有体力 我就记住我要用最后的力气 把我原来真正做的学术训练 我就写一本书 逆转我们的时代 就是说 我们从金融海啸到现在 这时代被逆转 很多错误的观念 像反全球化 全球化以死 什么东西我就告诉他们说 抱歉 从猪八戒开始时代就有全球化 没有全球化以死 只有全球化会用不同的形式不断地出现 这何会可能是经济学专家 他会很懂啊 所以我一定会送这本书 你会觉得有点佩服我的看法 因为学经济学的人 不会想到猪八戒这种比喻 你这个思路不就是从威尼斯商人 阿拉伯商人 传到唐朝 最后到了日本去 这不是全球化是什么 然后在大英帝国时代 所有他们大英帝国日不落国 所有他的殖民地 全部都关税豁免 那是人类在这一波 WTO全球化之前 最大的全球化 所以全球化不断地在历史里出现 可是它以不同的模式 那这个情形呢 其实是跟那个时刻的大环境是有关系的 所以就讲说别闹了 它只用不同的方式出现 猪八戒的时代就有啊 就是那是另外一本书 那本书呢 就是在我体力好一点的时候 我就写那本书籍 体力不好的时候 觉得 也不知道今天日子怎么过 从我住在三楼 从三楼走到二楼都有困难 就写晚安我的生命 那居然可以把它写成 面对快要死的时候 就嘻嘻哈哈的 三三八八的 连墓地自己都设计完毕 然后设计完了的 我也还没有死掉 所以我要警告金石塔 我就想说 我出这本书 这本书啊 是我没有力气的时候 坦白讲乱写的 这样子OK 就跟我以前很用力气 找资料写不一样 那它有没有意义呢 它可能对生病的人有意义 那你们每个人都会生病啊 所以它可能 可以对你们有意义啦 我只好替大家这样讲 那我就当时 他赵正敏一告诉我 因为我从以前 认识我的人就知道 我大概 从美国回来台湾以后 经常有这个讲 那个讲的 我很少出息 有时候就不出息了 因为我觉得 人不可以被虚名冲昏了痛 可是我今天来了 因为我要向他们谢谢 因为我觉得抱歉 我就跟赵正敏地说 他们是不是觉得我快死了 所以赶快给我这个奖这样子 那万一我明年没死 是把这个奖就还给他了 这样不知好一点点 OK 就比人好像 炸气一样 因为是真的 就是我的疾病呢 没有一个医生看好 因为他按照过去的统计 就没有人活超过两年 我已经活超过四年了 所以 所以我明年活着的时候 我们那个recycle一下 我就把这个奖啊 拿回来还给金石糖 才不会涉嫌炸气 但是还是感谢金石糖的鼓励 然后感谢所有我们出版社 过去 因为我生病 尤其是玩我生病的时候 他出我的书 倒雷了八辈子 我已经够生病了 然后他正式要出版的时刻 一定要作者教对嘛 对不对 我当时是从在加护病房 我根本就得了半血症 所以我一个字都没教对 然后错误摆出好多错字啊 还被林青霞发现这样子 赶快来警告我们 那整个人是投婚的 我那时医生说 我只有5%的存活率 我也告诉胡锦伦说 不好意思了 我没办法教对 其他一切都靠你了这样 那 当然最后我还是靠我的本事 活下来 我的本事是什么 因为很少人像我医生 生那么多的病 然后所以就把所有的病 智慧集中起来 然后一样一样把它解决 最后就出院了 可是很倒霉的就是这本书 这本书以后就有很多错字 所以你们看到错字的时候 不要骂时报出版公司 也不应该骂我 我告诉你为什么 这是最著名的一句话 你们都知道 YES的实话 把冤错化为美 你看到一个人书写 有这么多错字 我不太可能那么多错字啊 表示我脑袋也不行 身体也不行 可是我还在写作 希望所有的人都 一直活到最老 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你们都还在写作 谢谢 谢谢文倩老师